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照聚焦 12月25号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很多朋友看我节目是因为川普的消息 我刚才去查川普还没有发圣诞节 相信昨天晚上都是很多人会很晚的 他自己是个大家庭 所以肯定就是会比较晚的 昨天晚上我没有分享 这个是他在他的telegram上拿出的照片 上个周末在达拉斯跟休斯顿的照片 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 比较真正能够反映现场的状况了 有人打出棋子 川普2024 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现场的状况 应该讲 应该讲可以看出 这是非常 可以这么讲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场面 这是这应该是他在演讲结束时离开时的照片 那拍摄的人是在后面 所以人们站起来对他欢呼 在今天的环境当中 在今天的美国社会的环境当中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 这是军权神兽 军权神兽对很多所谓民主崇拜 崇拜民主的人说那是独裁 其实是挺笨蛋的 挺笨的 对不起啊 挺笨的 不叫笨蛋 为什么 其实你都不知道民主是什么 民主是瓜分利益 民主是瓜分利益 在瓜分利益的过程中 一定出现是真正的独裁者 以法律的名义 以政府的名义 以别人的名义 出现真正的独裁者 为人民服务 就是最典型的民主的口号 军权神兽不是 军权神兽是被 任何一个君王有着神的旨意 但是在今天的背景之下 当民主以那样的利益 大行其道的时候 那独裁者是被魔鬼撒旦 背书的 背书的个体者 所以军权神兽 讲的君王是真正的道德的圣人 那今天我看到的 中共式的独裁者 那是被撒旦魔鬼 注入的邪灵的占有者 一个被打击 附体的那样的东西 所以他走的是恶的 对吧 走的是恶的 而民主的所谓民主的概念 却完全虐杀了个体人存在的价值 是一些真正的利益的追寻者 那不是民主斗士的缺失 这个不是 是因为这个实在本身 促成了人类社会 对道德已经 对人的道德跟尊严 已经无知了 在科学的背景之下 没有了道德跟尊严的 基本的认知和背书 感谢观看